上一集 我们在马达巴 感受基督徒之城的特色教堂 从最古老的中东马赛克地图 再到伟大圣徒的头颅 以及像是迷宫一样的地下通道 更在观光老街 感受传统手工地毯的特色 和品尝最道地的美食料理 在咖啡厅和猫猫一起等待 黄昏的到来之后 用最特别的方式 庆祝开斋节 这一集 我们要前往首都安曼啦 大家准备好了吗 salaam melaikum salaam melaikum 我来自我还 我给大家吃 可以吃 我想看 我想看 你看 你看 我还在给钱这段 好吃嗎? 好好喝喔 經過整整一個再戒月 然後突然之間可以在陽光底下吃早餐的感覺有多美好嗎? 而且人家還直接送了我一個法拉串 我真的懂我的三名字啊 嗯!好喝喔 謝謝 好乾! 就不能決定 人家不收我的錢 就不能了 我看到嗎? 我看到嗎? 耶~~ 第一天看一下一節之後的早餐 絕對要來試一下他們最傳統的法拉串三名字 鷹嘴豆泥球三名字啦 你看! 結果拉拉的看起來就超好吃的 而且人家的三名字是有烤過的耶 拿出來偷偷給你們看一下 它有烤焦的痕跡 之後人家拿出來就已經超香 然後中間夾了好多顆法拉串 還有一二三四五 然後還有塗了一些美乃滋醬跟一些番茄和黃瓜 感覺好好吃喔 好讚喔 比單吃的還好吃 剛剛單吃的時候就已經覺得是很鬆脆了 可是這個啊 它是夾在整個三名字裡面 然後又有一些美乃滋去做提味 所以整個層次感很豐富 但重點是 你知道這一份其實非常便宜 我們剛剛買的這一間呢 它在整個安曼裡面就是出了名的便宜又好吃 所以每天早上真的是很多人來這邊排任然後買了 但最厲害的是什麼 他們的打卡點就是這一位 上面的國王和王淑郎 有了這兩位的陪伴 你知道我突然覺得今天的早餐變得好雍容華貴 真的是特別好吃 嗯 不過是說這種單一顆的鷹嘴豆泥 其實在整個中東都有 如果它吃到專屬於約旦版本的巴拉肥在哪呢 我帶你們去 在前往我們下一間餐廳的路上呢 我們完全感受到什麼叫做安曼交通 非常的熱鬧 車子基本上你也很難找得到停車位 但是好在我們找到了 只不過 嗯 待會呢 可能大家就要比較辛苦一點點啊 你看 這個樓梯是中了這斗 真是這斗的爆炸 下去的路並不艱難 待會上來的路應該就會蠻艱難的 來 加油 我們是去吃飯的 你要開心一點 人家聽過有人走樓梯會走到聚高震發作什麼 我大概是第一個吧 有個頭耶 畢竟安曼就是座山城 所以以交通來說 如果在舊城區近距離移動 有時候可能走路甚至會比開車更方便呢 你們看你們看 夠大顆了吧 是不是比剛剛那個巨大非常多 不過我跟你們說 不是只有大小上有差別 看好啊 它可是有內餡的法拉粉 而且它的內餡就是用洋蔥 還有另外一種香料叫做 sumak去做出來的 那sumak是什麼呢 它其實有點像是取代檸檬汁這一回事 讓整個食物有一點點酸味的一種香料 大家會說它叫做sumak 可是如果在揚州地區我們會叫它鹽膚木 在最早的時候 當它們還沒有引進檸檬這種東西的時候呢 大家就是用鹽膚木去取代檸檬的酸味 你看 嗯 好好吃喔 平時已經很愛這法拉粉了 不過這個 超級讚 因為它沒有檸檬那麼酸嘛 但是香味很夠 你真的可以聞到小小的梅子味 煙燻味道是沒有那麼重 所以呢你們就知道 如果下次來到約旦的話 絕對要記得點裡面一定要有包內餡 因為它就是這個地區才會有的產物喔 那再來我們就介紹一下這樣子的早餐好了 其實在約旦如果大家要吃早餐有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剛剛我們買著然後在街上邊走邊吃 另外一種就是坐下來點這種豐盛的全餐 除了蛋以外 一定會有的就是這一款Hommos Hommos本身就是剛剛的法拉斐 同樣都是用 硬嘴豆去做出來的 但是它是 磨磨磨磨磨磨成泥啦 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我印象中的硬嘴豆泥 通常大家都會沾很多很多的檸檬 不過這邊啊 它們比較健康是用橄欖油去調的 好 我沾一點餅喔 好 來了 我以為它沒有加檸檬 有 它有 一樣很酸 但是鷹嘴豆泥本身就是蠻綿密的 調味調的剛剛好耶 好吃 下一個同樣也是泥狀的就是它們 它是什麼呢 就這樣看其實已經看不出來了 不過它叫Mutapen也就是茄子 很特別喔 茄子泥耶 我想直接試試 如果有人是害怕吃茄子 因為它那股腥味的話 很推薦你們吃這一款 這個茄子泥它不只是茄子 它還用上大蒜然後小小的芝麻醬 一起打成泥 所以你已經吃不出來茄子的那股腥味 反而是超級開胃 所以好吃 最後一種泥狀物質 就是它了 這一款叫做Fatta 不過你們就這樣看 應該已經可以看得出來 它有很多種不同的料了吧 除了是用炸過的小餅乾碎之外呢 它本身用上酸奶 用上鷹嘴豆 也用上橄欖油 那吃起來的話 應該是會更清爽一點點 而且層次感應該會比較豐富 它還有加杏仁 味道很濃的橄欖油的味道 完全不酸 原料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幾種 所以吃起來很盛口耶 如果怕酸的人點這個就好了 因為它的酸奶味道不會到非常的重 最後要跟大家說的是 你們不覺得我在這邊一直介紹食物給你們 好像很辛苦 因為外面很吵嘛 就是因為這間店他們真的很出名 出名到什麼程度呢 連皇室成員也來吃過 夠厲害了吧 不只是皇室成員 他還接待過很多各國的政要為人 所以每次來不管是早中晚 你通通都可以看到幾乎是坐滿人的 然後本地人或是遊客都會吃喔 所以這間一定要來吃吃看 在品嘗完這間被譽為真正約旦 道地風味的菩師小餐館後 現在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安曼打卡之旅吧 安曼是整個約旦的首都 它也是約旦裡面整口最多的一座城市 更是整個黎凡特地區最大的城市 那在這麼大的一座城市裡面 我們到底要怎麼開始玩呢 不要擔心 身為一個觀光客 我們一定要去的一些歷史古蹟景點 通通都是在東邊的部分 那至於西邊 它就是比較現代化的一個經濟重心 像是百貨公司 外交事務所 通通都在那邊 那我們今天就直接從 最重要的一個歷史古蹟 安曼城堡山開始吧 準備好了嗎 是要爬山的唷 我們就這樣進來這個安曼城堡山了 其實安曼城堡山是要買門票的 如果是本地人要0.25元幣 外國觀光客的話就是3塊元幣 但是只要你有一種通行證的話 這個景點可是可以免費入場 它是什麼呢 就叫做Jordan Pass Jordan Pass 它也是政府發行專門設計給觀光客的 因為它本身其實只需要55塊錢到65塊錢 就可以跑滿40多個景點 甚至包含大家最喜歡的Petra還有Wadirum 那不過呢 因為對於台灣人來說 我們如果進來約旦的話 還是要簽證費用嘛 簽證費用大概是40塊約幣左右 這樣子再加上40多個景點的門票錢 直接買Jordan Pass真的是非常划算 那這個可以省錢的小Petra就交給大家囉 至於我們現在就是要開始爬山 爬山是沒有Petra的 加油大家 加油加油 爬山開始 你們有看到旁邊這堆綠綠的嗎 這些就是鼠尾草 那對於阿拉伯人來說 鼠尾草常常就是放在紅茶裡面 就有點像薄荷這樣子香料的概念 是說這個爬山 導演還說覺得我會開始喘氣 結果也沒有嘛 小小的爬山 雖然安曼城堡它本身又叫做城堡山 那就是因為它位於一個叫做Jobalgara 一座小山丘上面 標高大概是850公尺左右 聽起來好像很高 但其實呢 大家是可以開車抵達這個地方的 那上坡也就是這一小小段路嘛 也不是很高啊 那我真的開始轉氣了 好酷喔那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下一個景點去那邊好不好 穿越了嗎 那我們去到羅馬劇場 我看到了耶 到達第一個景點 好雄偉喔 這個海克麗斯神殿可以算是整個 在安曼裡面蠻出名的一個歷史景點 就算你是從山腳下也可以遠遠看到它嘛 那它就是在西元161年 也就是羅馬帝國時期建立的 雖然現在已經蠻明顯是被破壞掉了 不過因為它本身地勢夠高 外加上呢 其實海克麗斯他在希臘神話裡面 本身就是大麗斯的象徵嘛 這種君民天下的感覺 多多少少還是可以感受它的氣勢 還有雄偉的態度啦 那至於這邊是不是最好的拍照 到達卡點呢 其實這邊可以拍到很漂亮的照片 但是後面還有一個東西是更特別的喔 那你們去看 嗯 原來是借位啊 就是它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啊 它本身是曾經海克麗斯神像 非常大一個神像的其中 彈跟手指頭 外加上斷掉的手肘 那他們推估啊 當初海克麗斯大神像 它可以高達13公尺喔 至於現在為什麼會變這樣呢 他們說可能是因為大地震的關係啦 可是 它真的沒有我想像中的大根耶 這個手指頭 除了前面的這座神廟和雕像遺址 整個城堡山本身其實範圍非常大 沿著小徑往後走 你們看看 我發現了什麼 好啦 來猜猜看 這個是什麼呢 猜隊友講喔 什麼 青蛇寺 錯 我們來到城堡山這麼久啊 都還沒有看到城堡 所以現在呢 要城堡 沒有 但是宮殿有 這個就是 吳曼雅宮殿的 前面的招待廳啦 至於它現在這一整片 綠意盎然 但外加上一些小石柱的 就是當時招待廳前面的 市集外加上清真寺啦 進去看看 所謂的招待廳找到什麼樣子 我要穿過這個清真寺的大門 穿過了 好沒feel喔怎麼辦 進去招待廳好了 雖然在招待廳外圍的建築 已經只剩下部分遺跡 但是走進招待廳裡面 感受到的卻是完全不一樣的震撼喔 接待廳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非常簡單 也就是來自各國的大使 在見到國王之前要待的地方 在這邊他們可能說會被檢查 隨身行李 檢查供批數量夠不夠多 那獲得允許之後 就可以見到國王了 其實我剛剛走進來的那一瞬間 你知道看到我真的嚇到耶 因為這個宮殿本身歷史已經非常悠久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的雕刻花紋都保存得很好 而且很細緻非常美麗 那其實從最外面看到這個圓頂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 一定是跟伊斯蘭文化有相關 那也完全沒有錯 因為烏馬雅宮殿它所屬的時代呢 就是整個伊斯蘭史上第一個世襲的王朝 至於你現在看到內部的圓頂 它本身是木質座的 就是因為在1998年的時候有重新在整修過的啦 到了這邊應該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這座城堡山會是整個安曼的制高點了吧 而且看到這麼漂亮的風景 應該也能懂了為什麼安曼會是七山之城 原因就是安曼這個首都在最剛開始 其實是從七座山的範圍一直擴張到現在 一共是十九座山的範圍喔 涵蓋22個不同的行政區啦 然後再加上啊你看到這個景色就會覺得 如果是喜歡大地色系的人 應該會覺得這座城市很美 但是如果你是密集恐懼症的話 難怪嚇到死吧 他們的建築物真的是密密麻麻到很誇張 但其實在這邊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景點啦 例如啦山腳下的羅馬劇場外加上我身後的這個 全約旦最高的旗桿外加上最大的國旗 沒錯為什麼我每次想要拍國旗都拍不到國旗呢 這支旗桿呢它本身是在約旦皇宮裡面最高的旗桿 高127公尺 但是它的國旗據說是30公尺長12公尺寬喔 這麼大的國旗我這次又看不到 不過我這次不會再去找國旗 因為根本不知道放在哪裡 看著旗桿拍照打卡吧 在製高點旁邊就還可以看到有一個遺址 那它本身就是當初烏麥爾皇宮的本體所在啦 所謂的城堡山它並不單只是一個王朝或某一個時代的城堡 而是千年以來的歷史遺跡 所以這一片地方呢它也被稱作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連續居住地之一啦 因為你看嘛這樣最前面有羅馬帝國時期的神廟 後面有伊斯蘭帝國的烏麥爾宮殿 也就是說它從西元前1650年前開始被亞蘇帝國 陸陸續續被羅馬阿拉伯十字軍等等的帝國統治過 那至於這些這麼多的遺址 還有這麼多不同的文化呢會被放在哪裡 在這個城堡山裡面可是有個博物館的唷 在整個安曼城堡山裡面還有一個考古博物館啦 那裡面就是放置各式各樣來自整個約旦的考古文物 不過呢在裡面也可以發現它最早的歷史居然是可以追溯回15世紀的 但比較可惜是因為在2014年他們又在約旦裡面 重新蓋了一個國家博物館 那漸漸的有一些文物就從這裡一直移轉過去國立博物館啦 雖然我們是這樣說但是還是可以進去看看有什麼西式珍寶 約旦考古博物館本身建立於1951年 裡面的藏品是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展示的 除了有不同的陶罐、武器和雕塑以外 接下來這些展品可就真的是外面看不到的唷 在這整個博物館裡面呢其實可以看到蠻多不同的陶土用具 然後還有玻璃器皿的 但是我覺得最特別應該就是這三個棺材了 這三個棺材是被考古學家認為叫做類人圓棺材 那是在1966年發現啦 這種棺材的使用地區是在約旦還有巴勒斯坦 然後我們住在西元前七世紀一直到十三世紀喔 雖然呢他們說地區是蠻廣泛 但是很少在遺址發現這種棺材 所以說它是非常稀有 至於稀有之點到底在哪裡呢 首先你可以看到圓棺材上面居然是有個蓋子 雖然有兩個上面是沒有任何的裝飾跟花紋的 但是有一個它居然是直接描繪出死者的樣貌喔 那再來呢旁邊還有會織出手手啦 而且還有很奇怪的這種半圓形 它是什麼呢 其實它就是把手 因為整個棺材真的是太大又太重了 所以他們設計了這樣兩個平行的把手呢 就是為了方便搬運啦 不過如果不講可是大家不知道 一個棺材裡面它不是只放一具屍體喔 是放兩到三具喔 所以是一個大家和樂融融的概念 就像在台灣有些人家庭裡面 是會放牌位紀念祖先的嘛 但是他們在過去約旦地方也是有這種傳統的喔 就他們會將仙人的頭骨用石膏給保住 然後就放在家裡供奉 除了前面這兩個頭骨之外 中間這個頭骨就真的比較特別 你們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三個洞 不過這三個洞啊 據說喔就是因為當時他們的衣術比較不發達 所以認為在頭骨上戳了三個洞就可以釋放惡靈 那這個當然是在新石器時代的故事啊 不過這樣感覺很痛耶 這難道是它的死因嗎 這洞超大耶 超大耶 除了會在家中擺放祖先的骨頭去紀念他們之外 其實如果是小嬰兒比較早逝呢 他們也會有同樣的方法 但是比較不一樣的是 他們會將小嬰兒埋葬在家裡大廳的地底下 這樣子就意味著這個小朋友 他也會融入他們家的生活啦 至於這項其說 他就是很廣泛出現在埃及美索 布達米亞還有巴勒斯坦地區的 千萬不要小看這個雙頭人生雕像 覺得是不是很像自己幼稚園的時候 做出來的一個雕像啊 但是不是喔 它的名字叫做阿因阿德加薩爾 這也算是整個人類文明以來 最早被發現的一座雕像 我覺得已經做得很精緻 你知道是推估到幾千年前嗎 西元前八千年到西元前四千年耶 那時候我都不知道在哪裡 人家已經可以做雕像了耶 不愧是過去約旦 存放最多古蹟的博物館 真的是大開眼界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離開城堡山 前往下一個景點吧 喔 剛剛從城堡山上面看下來 還想說遠遠遠的那一塊 有點像是地震引起的山峰 結果原來不是耶 它真的是一個羅馬劇場 而且就跟城堡山一樣 它也是在羅馬帝國時期建立的喔 不過這邊真的有點遠耶 我們直接下去看好了 非常好 我們現在就已經直接在這羅馬劇場裡面了 可是真的超級大耶 難怪它被說會是整個約代裡面最大的一個羅馬劇場 為什麼會說是最大呢 就是因為其實整個約代裡面有非常非常多個原型羅馬劇場 這就是其中一個 那這邊呢它其實是可以容納六千個人的 而且再加上它是用最原始的工法去建造出來 所以不管你坐在這個劇場哪一個角落 你都可以很清楚的聽到舞台正中間的演員們在講什麼啦 但是只能說 我原本以為這裡只是一個古蹟 沒想到還有這麼這麼多人耶 原來啊 這個劇場它平時就是約代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他們就會來這邊坐著聊天玩耍 甚至會有很多不同的文藝活動喔 好可愛耶 剛剛真的超級多小朋友很熱情 那除了這個劇場以外啊 你可以發現旁邊還有一個小小的半圓形 據說在以前它是給貴族使用的 再加上上面有一些不同的廊檔 那代表的呢 就是這個完完全就是羅馬帝國時期建造的特色啦 好酷喔 怎麼怎麼人那麼多 我有點人群恐懼者 我要先移動一下 除了羅馬圓形劇場本身 在旁邊還有個小小的傳統民俗博物館 裡面放置各種的傳統服飾 珠寶 生活用品和手勢 不過如果來到安曼都只是看古蹟 當然不夠啦 我們可不能錯過深入了解 安曼當地人生活的機會 安曼人的日常生活 除了離不開的東西叫做鷹嘴鬥你以外 這接下來應該就是傳統市場啦 而且他們的傳統市場 大部分都是聚集在羅馬劇場附近 同樣的不只是當地人很喜歡 遊客也非常喜歡來這邊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過來逛逛看的話 記得要避開下午的時候 你看到我現在旁邊多熱鬧 多多人 我真的有點小崩潰 我現在講話都已經很大聲了 它這個市場為什麼會這麼出名 因為它叫做Sucker 也就是砂糖市場 就像城堡山市面有城堡一樣 這個Sucker 砂糖市場裡面 不是只賣砂糖 它是有各式各樣的民生用品 也有非常多種香料 那我們就過對街去看看好了 好啦 好啦 現在就讓我們來掛一下這個砂糖市場好了 其實在第一間我就已經看到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是綠色新鮮的杏仁耶 雖然我們在台灣比較少見 但是他們這裡會當成小鈴嘴開始吃 而且呢還有很新鮮的五花果 哇 走進來呢 突然是覺得有一種像是台灣菜市場的感覺 有賣不同的鞋子呀 糖果呀 衣服啊 或是各種民生用品 統統都有 哇 好多菸菜 你知道我發現呢 他們真的是超級愛吃不同種的菸菜 你看裡面 台灣一定會有的 麵包店 只能說呢這裡的麵包店 你看看到的麵包跟我們台灣麵包完全不同 那除了這種是油炸塔的麵包啦 然後另外呢就是有披塔餅 還有各種各樣超甜的甜點 他們的甜點啊 雖然很不一樣 但是有個特色就是一定會泡在糖漿裡面 猜猜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 雖然是黑色球狀 但它是曬乾的檸檬喔 乾檸檬 好嘞 掛到這邊現在是菜市場了 你們看 這一個啊 它其實在中東台灣看得到 它叫葡萄葉捲 然後他們真的會吃到 不是像紫蘇葉那種吃法 而是他們會把它包著然後拿去煮 再來這一堆 這邊全部整排都是香料 而且比較可愛是他們的節瓜啊 不是像台灣一樣那麼大 它是比較小一個 比較短一點點 但我發現雖然他們的節瓜比較小 不過他們檸檬有夠大顆 你看這個真的是巨型檸檬欸 比我的一個拳頭還大 而且旁邊這是什麼 馬哈達 小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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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作為沙拉去吃的耶 咦它是生紫色的 好酷喔 如果不是問當地人 有些東西其實你真的不會知道 所以呢 菜市場就是最好了解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你看我獲得了什麼 我人生第一次收到人家的禮物 就算是一顆杏仁 我剛剛走到路上開始拍拍拍 突然有一個小男孩就這樣走過來 等人家 送了我一顆杏仁欸 這是有特別的含義嗎 含義我是不知道吧 但是我知道的是 我人生第一次可以吃多新鮮的杏仁了 好酷喔 酸酸的 然後很脆很脆 但是你說杏仁味 我吃不出來耶 它早就快斷掉 就是小小顆的 但是又帶一點點水分 然後酸酸的滿提升的 好吃 謝謝那個小朋友 來到安曼如果沒有進到當地人家中 怎麼可以算是一場 道地的安曼打卡之旅呢 所以在他們市中心的國王廢首街道旁邊 就有一間是全安曼最古老的建築 也就是公爵之家 在裡面是完整展示了20世紀的安曼人生活 從入口處啊 就已經可以看到 左右兩邊這些門 是很有年代感的感覺了 然後因為這邊現在它除了是博物館 也有咖啡 所以在旁邊還可以看到 在賣一些不同的紀念品 比一個房間 就是不同的舊照片 然後還有一些像這樣子的報紙剪接 這一位呢 就是拯救了整個建築物的主人 也是一位很有名的商人 我真的很喜歡這裡的感覺耶 那個泛紅的Fu啊 特別的強烈 你們看到這個嗎 好可愛喔 它是用豆夾做出來的一個小小的藝術裝置 難怪這邊會是一個底腕 給所有的藝術家發揮他們想像的空間 其實在安曼呢 因為這一棟公爵的家 它本身就是在大馬路旁邊 所以有喇叭聲是很正常的 你們看 陽台美景一級棒 帶你們出來看一下這個陽光 超棒 安曼城市景觀 在對面二樓啊 你們看到全部喔 基本上都可以說是復古版的咖啡廳 那從下午開始就會看到有很多人坐在那邊 一邊抽水煙一邊喝咖啡 那現在呢 我們也要回去喝我們的咖啡啦 在這個公爵之家裡面 真的是可以完全感受到上一世紀 他們安曼人的傳統生活 只能說也是滿悠閒的耶 但是整棟建築它本身的歷史氛圍感也是超級強烈的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牆壁上面有些比較斑駁的痕跡啊 就有種穿越回過去的感覺啦 但其實呢這棟建築它本身也是經歷過很多不同的時期的 在最剛開始1924年的時候啊 它可是全安曼喔 第一間郵局 那在1948年一直到1998年的時候 它又變成了一間旅館 名字就叫做海法旅館 只是呢 2000年的時候 它就真的遭遇了一次比較嚴重的危機 就是差點被拆除 不過好在當時有一位商人 他對於約旦的遺產古蹟建築非常的重視 所以呢他就用兩倍的價格買下來這棟建築 也就讓大家現在呢還可以看到它啦 那它現在就變成什麼呢 就變成一個底腕 底腕也就是約旦在地的一些藝術家思想家 可以坐在這邊好好的聊天 然後討論他們一些有關藝術思想上的議題 對於遊客而言呢 它就不只是一個博物館 它現在也就變成一間咖啡廳了 所以大家呢就可以坐在這裡 好好的喝咖啡享受穿越回過去的感覺 雖然阿曼整個城市給人的感覺 就是充滿很多米黃色的建築 但其實整個都市呢都是很有藝術氛圍的 從傳統的民俗服飾 一直到一些比較特別的建築設計 都是很有美感的喔 你看像是我身後的這個 King Abdullah清真寺 不覺得超級漂亮的嗎 完全顛覆我對於清真寺的印象耶 那我們進去看看好了好不好 哇好亮 嘿嘿是不是嚇到啦 畢竟是開放給非穆斯林觀光客的一座清真寺 所以你說剛走進來的瞬間 就是看到各式各樣的紀念品了 那除了伴手禮之外呢 一定要做一件事叫做要買門票喔 你看像好像是在那邊買門票 這個清真寺它本身是已故國王 Hussein 她在1980年代的時候為了紀念她的祖父 所以建立的 那就要開放給所有飛沫心靈營的遊客啦 如果是女生來到這邊的話 沒有辦法像我穿到這麼標準的整套阿巴一樣 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在伴手禮內去呢 大家就可以租借長跑 那就很方便了 那至於如果待會進去的話呢 是要脫鞋了啦 好期待喔 都沒有進去過 看看裡面是長什麼樣 想想 哇這個大廳啊給人的感覺 真的是有一種很莊嚴有氣質 雖然低調的來 但是又滿奢華的感覺 因為一走進來的瞬間 你真的是會被它整個圓頂給嚇到 真的是很巨大耶 雖然從外觀看上去它是以天藍色為主 但是裡面呢還有金色外加著很美的彩繪玻璃 但是這麼大一個圓頂喔 它直徑35公尺高31公尺 卻沒有用任何的柱子去支撐 完完全全就是清真寺外圍的這個圓圈 去撐起整個圓頂的 不過在下面的吊燈本身也真的是滿漂亮的 一共有168顆吊燈 但是你可以看到每一顆喔 上面都有阿拉的名字 就這樣環繞著 所以就有一種真的是低調奢華感 不過我自己最喜歡的還是這個地毯 你知道走在上面好柔軟好舒服 難怪清真寺對於很多穆斯林來說 不只是一個禮拜的地方 他們常常在休息時間也會專門跑到清真寺這邊來 因為是比較安靜一點點的 不過大家如果是遊客的話 雖然可以進來主店 但是一定要記得避開禮拜五的時間 因為禮拜五就是他們的週五大禮拜時間 這邊真的會擠滿各式各樣的人喔 像我們剛剛參觀的那個大廳 本身是給穆斯林男性去使用的 如果是女生想要來做禮拜的話 旁邊會有一間專屬給他們的房間 同樣也是會有一個藍色的圓頂啊 但是不管是哪一個圓頂 其實本身都真的非常漂亮 不只是有天藍色的外觀 還可以看到上面是有白色的擠額圖景 全部都是指向天空 就象徵著頭頂的天堂 但是最讓我驚訝的還是 除了馬達巴之外 原來約在了首都安曼這裡 他們對於不同宗教包容度也是非常高的 因為在這個清真寺的正對面喔 居然有兩個不同的教堂了 就真的是隔一條馬路就有了耶 就像剛剛說的這間清真寺 它本身其實是國娃胡瑟恩 為了紀念他的祖父阿督拉國王最經見的 那在他旁邊就可以看到有個小小的博物館 裡面就存放了各式各樣阿督拉國王 他在生前所使用的器皿啊衣服啊 甚至連他的宮殿在這邊都可以看得到喔 那除此之外呢 也存放了一些過去五萬亞時期到阿巴斯王朝 各式各樣的考古文物 甚至連過去的硬幣都可以看得到的喔 那如果大家逛完這區之後 就可以回到剛剛入口處的伴手禮區 好好的採賣一下 參觀完漂亮的清真寺之後 如果你們認為整個安曼最有藝術氣氛的地方就是這裡的話 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因為藝術氛圍可是在整個安曼市中心 處處都能看得到的唷 同樣還有藝術氛圍的就是這條樓梯了 它就叫做阿爾卡拉哈樓梯 它本身呢是在整個安曼市中心非常出名的一個景點 因為不只是你走在這條樓梯上面 可以看到左右兩側充滿各式各樣中東插畫 但是又crossover國際文化的一種圖能以外呢 這邊還有不同的咖啡廳啊 還有伴手禮店可以逛逛的 那你們就可以知道 喔原來這裡就是現在阿拉伯少男少女們 他們發揮創作的空間 但其實如果要說到歷史 它可是可以追尋為1920年代 是一條歷史很悠久的樓梯喔 那就出發看看吧 好的 現在就讓我們來探索一下這條樓梯 首先我認為這條樓梯應該也是滿陡滿高的 好像滿多階的 走過來這裡就已經有一個咖啡廳了耶 然後呢剛剛前面有書店 那默默走一走就已經可以感覺到 滿濃厚的那個文青氣息在飄出來 因為前面的壁畫是寫實派的壁畫耶 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的歌手跟作曲作詞人的畫像 你看這裡 這個畫得真的很好耶 你就可以知道現在這些年輕人啊 他們發揮想像力的地方在哪 就是在這條樓梯的牆壁上 好可愛喔 金娃耶 好已經有點喘了 怎麼會這麼廢物而已 其實這條路上啊 除了餐廳 各種的咖啡廳以外 也有不同的藝文中心 你們看看我發現什麼 免費飲用的水也可以自己取用的 好貼心喔 好喘喔 天啊 這條樓梯其實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是會讓你喘的程度 我要走到頂端了 然後看到咖啡廳 坐著休息一下 灌完這整條彩繪樓梯呢 突然覺得自己身處的地方好像不是在約旦 不是一個中東國家 沿路走上來 你已經可以看到很多各式各樣不同種的壁畫 而且呢 想法是很大膽 也是非常創新喔 剛剛還看到的衣服喔 它居然是 范古跟蒙娜麗莎 穿著很像牛仔外套 站在它的星空之前喔 就是想說 這中東人他們的思想 其實也是非常跳脫的 就很有藝術家的風格啦 再加上每一間咖啡廳其實有他們自己的特色 所以來到這個藝術的天堂 完全就是很適合大家打卡拍照 不過我現在坐的這個地方 不知道要怎麼打卡會比較漂亮 我在輪胎上面吃飯耶 怎麼會這樣 這樣好看嗎 好看喔 走完整條藝術樓梯 絕對不可以忘記的 就是今天的目的地 也就是它啦 私人招牌博物館 在這裡面也可以感受到 被阿拉伯書房包圍的感覺 而且喔 在這裡面拍出來的照片 絕對是外面拍不到的 是不是超級多招牌啊 這裡就是我的私房景點啊 你可以看到啊 它本身這個私人博物館 它就是建立在整個安曼最古老的咖啡廳的上面 所以呢也就讓這個地標 就變成整個安曼最古老的地點啦 而且呢 在裡面真的是可以發現成千上萬個招牌 不過呢 它的歷史是可以追溯回1950年 一直到1990年代 而且種類超級多 真的不誇張 不管是商店 咖啡廳 醫院 只要你想得到的 在這邊你都可以找得到 這麼多招牌到底是怎麼來的呢 基本上它可以說都是免費的 因為老闆本人他就是製作招牌的藝術家 所以有時候大家會拿一些舊的招牌送過來給他 那有時候呢 他就會用自己製作新招牌 然後跟人家換來舊招牌的方法 而且每一個招牌都有他們自己的故事 旁邊是有QR Code可以掃來看喔 待會我就介紹幾個非常重要的招牌給大家看 說真的 在這間博物館裡面掛著掛著 你就會覺得有點眼花撩亂 不過呢 如果說到這間博物館最舊的一個招牌 就是他了 頭上這個咖啡色幾乎是搬駁到極致的這個招牌 它是在1949年的時候有的 那至於它上面是寫什麼呢 就是國王認證過的雜貨店 但是如果你說到最重要的一個招牌 當然就是他啦 可以看到同樣也是蠻有年代感的 但是旁邊呢就還有一張照片 這位就是老闆本人了 這張照片其實是他在1980年代的時候 在這個招牌下面拍下一張照片 那就由於呢 老闆本人真的是對於阿拉伯書 非常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呢 他就帶著這個熱情 一直去到了柏林 學習書法的製作 還有各式各樣的平面設計 那後來再回來1986年的時候 他就當這個招牌收集了下來 然後就開始他的收集招牌之旅了 所以這個招牌真的很好 但是對我來說最有興趣的是什麼 是這個 這個招牌 不要看他自己這麼的工整 也是手繪的喔 你看最厲害的是 上面那個是真的金子喔 金薄金薄 帥哥美女 上車喝咖啡聊事飛嗎 嗯 有沒有 在這個博物館裡面啊 你真的是可以找到各式各樣很有特色的打卡店 像是這台車子啊 他們就是專門為了大家的設計喔 連老闆 而且還是年輕時候的老闆 就站在車子旁邊 上車嗎 我給你一趟 啊 大家不要怕 凱琴我開車技術當然是一流的啦 南燈有這麼多不同的復古手繪招牌 怎麼可以不好好拍照留念呢 而且這裡就連復古電話亭都有耶 等我打完電話 繼續帶大家逛逛呀 英文是有學過阿拉伯文的 所以走在這一堆招牌裡面 暫時還沒有到 覺得全部都是有字添書的狀況 不過 如果沒有給大家一些些小小的解釋的話 可能大家看不懂對不對 那我們就從最簡單的開始好了 來 看到這一個 上面這一串啊 其實就是電話號碼 這就是電話號碼 那這些是什麼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想說 欸前面兩個是不是00 但其實不是 前面那兩個 是阿拉伯文數字的5 所以這樣看過去是55783 酷吧 我這麼短時間之內 我也只能教你們數字 其他的話就 拿出你們的翻譯機吧 我們非常幸運 這次直接遇到了老闆 老闆在這邊呢 他剛剛看到我們在拍就好開心好開心 就說 我來幫你們寫你們的名字 那所以呢 他就將我們大家的名字轉成 英文再轉成 阿拉伯文 就用阿拉伯文書法寫得出來 超美的你看 而且他是用傳統的那種筆去寫出來的 這種筆啊 本身超級硬 可是寫出來的線條就很漂亮 這就是我們攝影師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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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在創意中 他現在在創意中 他在我的名字上面加了很多東西 耶 我的阿拉伯文名字 這就是 他發 哇 威來育勒 哇 你看 這就是威來育勒的阿拉伯文名字 是我們老闆專門寫出來 然後送給各位觀眾的 祝福安德斯伊拉 阿拉伯文名字 就是這麼長一串 雖然中文聽起來好像很簡短 對不對 但是其實他們用拼音拼出來 就會變成這麼長一串 但是這個就是阿拉伯書法 超美的 哇 阿拉伯文名字 差不多是時候要來感受 安曼人的夜晚生活了 就讓我們前往整個安曼 最瘦年輕少男少女歡迎的街道吧 如果想要知道 安曼人生活是怎麼樣子的話 那就一定要來到這條彩虹街啦 有沒有感受到 現在已經真的非常熱鬧 因為呢 已經接近黃昏時刻 也就是大家開始蠢蠢欲動的夜生活啦 就是有各式各樣的酒吧還有餐廳 沒錯 你沒有聽錯 就是酒吧 你知道光是在這一條街啊 左右兩條 就已經有兩間酒吧喔 你就知道 這裡的夜生活是多麼的豐富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好了 彩虹街可以算是安曼歷史最悠久的地區之一 但是卻充滿現代感 整條石板路除了可以看到不同的寵物店 甚至各種漂亮的文青餐廳和咖啡廳 也是很多年輕人晚上聚餐的地方唷 沒錯 我說的就是咖啡廳 咖啡對於整個中東文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來到安曼首都的時候你就可以發現 哇 街上充滿各式各樣的咖啡館 不管是新咖啡館或是舊的咖啡館 就是它了 對於安曼人來說 哇 水焰非常非常重要 一點都不誇張喔 如果大家在下午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開始看到 幾乎人人坐在咖啡廳 人手一直通通都在抽水焰 但是對於觀光客來說呢 傳統咖啡館最厲害的地方在哪 就是它的風景 因為基本上傳統咖啡館 他們都會一直建在二樓的地方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整個安曼山城的美景啦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美食啊 所以我今天呢就點了兩種不同 算是比較道地一點點的小點心 就配著我待會兒的夜景來看 那首先呢就是這個 真的它叫做Mama Gish 可以算是中東的披薩 有人會說它帶一點點小巧的孜然味啦 不過我們今天點的呢就是哈魯米 它是一種比較硬式的起司 通常是會用煎的 讚耶 因為哈魯米呢 它是一種比較鹹一點點的起司 所以吃下去呢 雖然重口 但是你會覺得哇 還蠻開胃的 但是呢 因為它上面也有灑上一些灑套 所以可以帶出另外一種層次的香料味 那除了Mama Gish 它是用好的以外呢 我們叫另外一隻炸的甜點 它叫做Borrek Borrek 它比較偏是土耳其那一邊的一種小點心啊 但是它裡面呢可以有很多不同種的餡料 如果你們在中東地區看到它上面寫meat 通常會寫羊肉的印象 哇好脆喔 哇 內餡之飽滿了 好讚喔 只能說他們的傳統咖啡館 就蠻像是台灣常常會有些茶館 就是開得比較晚的 只不過台灣呢是喝茶 然後他們這邊吃喝很濃很濃的 那我就配著我的Borrek 還有我的滿的Gish 就在這邊等著天黑吧 離開首都安曼 接下來我們要一路向南啦 一早起來 當然就是要先從一件神聖的事情開始 就是前往約旦河的施洗之地 而且原來傳說中摩西升天之地 居然在約旦 那乃與蜜的迦南地 又是怎樣的光景呢 再和專業馬賽克製作家 學習技術之後 讓我們奔向死海的懷抱吧 到底我服不服得起來呢 還有還有 那座獨自堅守陣地 屹立不搖的十字軍城堡 絕對也是不能錯過的 下一集 信仰與水的土地 死海 稍避下 一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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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